教大家一个闭眼也能放心选好车的办法 就是你们去看一些新车对比视频 他们拿谁去做对比车型 你就闭眼选那个被对比的车型就准备错 于是我一哥们儿他就想买中大型的SUV 他就看很多的车评广告 去对比坦克500海豹T 或者说是去对比理想RO7 于是他觉得这两台车都不错 他就纠结了 男孩子们喜欢越车想买坦克500海豹T 但又为了照顾家里人 他就觉得理想RO7可能会更适合 首先同为33万这个价位段位级 这两台车的定位还有很大不同的 坦500海豹T定位就像这哥们喜欢的 硬派越野有大梁有M-LOK四驱有俗 理想RO7走的路坦500海豹T都没问题可以走 但坦500海豹T能走的路 理想RO7八成有的是走不了的 虽然理想作为电四驱的车型 马力也挺大 还有拖空功能 实则还是受到了底盘通过性的影响 理想RO7的优势则在于 33.98万普洱版车型就具备了软眼可调的空气悬架 再加上车载式的车身 公路行驶的舒适性肯定会更好一些 其二同为家庭用车 车内空间大 沙发以及更多的这些娱乐化的配置 或许已经成为今天选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理想RO7自然就以沙发彩电著称 双15.7英寸的3K分辨率的大屏幕 搭载高通骄龙815芯片 5G车联网手势面目识别 虽然说有些功能放在车上来说有点用力过猛 但你若把它当作一台娱乐电脑来说 理想RO7车上这套系统可玩性是真的没谁能比的 虽然说坦克500HiVT是一台家喻户晓的硬核 不能再硬核的越野车 但是车内的豪华氛围 智能配置依旧不比理想差 比如12.3英寸的全景一表盘 14.6英寸的中控触控屏 虽然不像理想RO7主打的家庭护鱼 但是像越野的参数 车联网刷个短视频啥的也一般都没有问题 而且相较于理想RO7 Pro版车型 坦克500HiVT 后排还有一块7英寸的媒体交互屏幕 同时像前后排座椅通风加热 按摩功能也均有配备 而且相较于理想RO7 坦克500还增加了后排的手动支援帘 电动伸缩式踏步 所以这样来看 车内豪华享受器配置可谓是不分上下 动力方面 坦克500HiVT作为插电式混动的架构 搭载一台2.0T发动机 以及P2端的混动电机 系统综合扭矩为750NM 综合功率为300千W 搭载一块37.1度的电视组 观测的零卖加速时间是6.9秒 而溃电油耗基本上就在9.5升左右 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790公里 坦500HiVT的这套混动更注重的是 在多工况下动力的持续输出性 即便是溃电模式下 对动力的持续高强度输出 也是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的 而这样的设定也很符合它越野车 极限穿越脱困时的这些必备的机械素质 而利亚RG Pro版车型为增速程式混动技术 虽然拥有一台154马力的四缸发动机 为前后双电机进行驱动 系统综合功率可达到330千瓦扭矩为626米 参数表现相较于坦克500HiVT来说 功率实则差不多扭矩相差趁原 毕竟坦500HiVT高扭矩还是为了兼得更好的极限越野路况 而对于理想L7来说 这样的参数日常公路行驶依旧不错 理想L7搭载了40.9度的电池组 WRTC纯电续航可达170公里 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1100公里 连外加速时间为6.5秒 对比来看坦500HiVT凭借更为先进的P2端电机混动技术 无论是在直输的性能还是溃电方面 较增程式混动来说明显也会更占上风 这出我是真没想到 主打居家修旅风的理想L7 能与豪华硬拍越野的坦克500HiVT能有一场较量 通过对比也不能发现 虽然坦500HiVT主打是专业越野 但是在舒适配置上也可谓是六边形战士 所以同样30多万的预算 你会选择理想L7还是坦克500HiVT呢